LITTLE BLACK DRESS Hello 我是Danny Hello 我是Janny 歡迎大家來參觀我們的衣櫃 我最多一定會是鞋子 我鞋子有60隊 家裡真的不夠位置 所以很多都放在公司 第二 最多應該會是 LITTLE BLACK DRESS 因為我是非常喜歡穿黑色 one piece 裙的 上班或者平日會 那個應該有30多條 都差不多長度 但每一條都會有少少不同的細節上的分別 最多的就是T-Shirt 襪子 鞋子 其實T-Shirt應該有100件 鞋子應該會多過50隊以上 因為鞋子和襪子 可能有時候是要配搭的 所以基本上 我有這麼多襪子 可能在襪子裡 都需要有這麼多的數量去配搭 顏色方面 我比較多手鏈 手帶 那類型的物件 或者頸鏈 我很喜歡戴一些衣櫃 可能和Janny有些不同 我未必有很多衣櫃 我就是很多衣櫃 所以這一類型的藏量 我都會比較多 我的衣服都是簡單為絕 顏色都是比較 monotone 所以我想我混合會比較容易 而且我都不會喜歡放太多顏色 或者太多細節在自己身上 所以如果真的有一件衣服 會比較多製造 我會只保留在那件衣服上 其他的項目會比較簡單 至於我呢 會比較注重proportion 好像我之前也有說過 我比較喜歡有layering 有很大的contrastproportion 的styling的idea 所以可能我自己每一天 都會是 一定會穿一些衣服 可能會有一些contrast的idea 我會比較簡單 我會比較簡單 因為我真的有很多one piece的黑色群 我會比較簡單 選一條比較簡單 然後反而就會在accessories 再想一下 怎樣令到它更加得出 可能有selena 或者是鞋子 會令到它更加有一個highlight 我又沒有什麼想不到 穿什麼衣服 早上我一早起床 我就會靈感到 其實 其實 因為我都算是有太多衣服的關係 所以其實都 會比較容易 就可以 想到會有些什麼 穿什麼衣服出街 這個裏面是有一件衣服 只不過是 其實可能未必是真的很特別 但是因為 當時我是唯一一個annual dinner 有一個dress code 然後我就想了 怎樣去迎合它的idea 那我就自己可能去 深水埗找很多不同的material 回來再 回到上衣服上面 這樣會是 這個是 對啦 就是DIY這樣 這個是一個 我衣櫃裡面 比較特別的 一件highlight 我會是有一個手袋 那個手袋 是我大學畢業 連給自己一個禮物 其實我袋已經很足夠了 有一個水積在這裡 那不用脫掉 但是我一直都不捨得扔 因為有時候我都會拿出來看一看 那都是我自己一個很重要的new chapter 的一個 evidence 我會覺得是比較像一個personal diary 因為尤其是有些 維持久一點的衣服 或者袋 或者甚至鞋 其實都會可以 提醒到我某一天發生了某件事 譬如那天我穿著這件衣服 看到了一個重要的人物 或者好像我剛才說過 那個手袋 是送給自己 慶祝我大學畢業 每一件事都可以提點到我 那個衣櫃 可能是一個personal character 的東西 就是可能 一個衣櫃可以反映 你自己的 可能你的style 或者你的性格 會是怎樣的 例如我很多 剛才我說過 T-shirt 衣服都會摺 或者摺得很整齊 可能這件事都是 變相反映我自己的性格 可能我要很organize 一些東西 就是一類這樣的想法 所以衣櫃對於我來說 就是一個比較personal 就是reflect我自己的一個地方 如果我自己穿衣服 我會比較多layering 或者嘗試多一些新的 新設計的衣服 可能有時候會很誇張 也會有很多 是很innovative的idea 的衣服 我會試多一些 我就剛剛相反的 我會比較classic 通常選的衣服 都會比較簡單 而且我的style 其實都挺consistent 過去的幾年都不是很大的轉變 通常都是黑色 為主 差不多有80%的衣服 都會是黑色的 我們會不會 你會不會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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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不夠 有些人 一起吧